我们叫影片截图快手 影片截图快手 你可以点进来 那这个工具怎么做 影片截图快手进来之后 例如说我们找这个北极熊这一个 我去动物园 然后这熊就一直走来走去 一直走来走去 我就把它录影起来 录起来之后它是影片 那我不想把速度加快 我希望让它看起来 很像苏时摄影的感觉 一张一张的 我就可以利用我们这边的新功能 建立GIF动画档 GIF动画 那这个动画你只要点进去后 它的逻辑是什么 它是这样的 它是用照片 把影片变成照片 所以怎么把影片变成照片 你看老师播放 它是不是要慢慢走 那因为我们顶多就是速度加快 所以它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好但是我希望它是用动态的那种 很像苏时的感觉 做法有两种 第一种你可以自己拍照 自己决定角度去拍照 去呈现你要的一个一个的画面 第二种方法呢 用AUTO 它会自己算时间 自己帮你做截图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点AUTO 它就帮你自己抓 然后它会问你说 请问你要几个画格 画格就是照片 一张画格就是一个照片 那目前这一个素材啊 它总共可以丢出712个画格 它会问你说你要抓几个画格 例如说老师要10个画格 画格数月少 画格数越少 跳动感越快 快快 好好快 好好快快 快快快快快对 画格数越少跳动会越快没有错 会越快哈 好开始放出这样拍 来帮你拍 自动的很好用 你看拍完之后你播放 我的熊就变这样了 这个还没出来 我们先OK 切换切换那个 好出来之后 我们这边有一个资料奖 你可以自己摆 他会帮你把结成一张一张的照片 然后再来他会丢到这边 总共十张嘛 对不对 十张来播放 他就是gift档了 就这样 很好用 这相片大师可以产生 GRF动画的一个工具 可是这个gift档比较一般啦 说实话 没有说太太厉害 OK 好 他就是gift档而已嘛 不是吗 来 那我们如果要离开的话 其实各位把它存起来就好 这个储存质 就把它存起来 它变成gift档 好 来老师做一下应用变化哦 gift档这个逻辑听了懂后 相片大师可以把照片 变成gift档 好来 我们之前呢 在相片大师里头 就是上一个版本8.0的时候 在影片截图快手中 有一个工具 好 怎么工具呢 这个 左下角正一个叫合成多重曝光 好这是我们本来就有的版本就有的功能哦 8.0 好你点进去 那什么叫合成多重曝光 这个例子是这个同学坐在中间 然后呢会有同学家跳上去 OK吧 好 跳过去后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把它的跳过去的画面 一样截图好 那截图刚才是用auto 第二个技巧是自己截好自己截 例如说好 我一开始他出现时先播 你播的时候他会太快 你可以前一个后画格 后一个画格调整 好 所以假设他一进场 对没有进场哦 好 拍 这样子第一张照片再继续往后一格一格掉 好 跳起来咯 好 拍一张 中间拍一张 掉下去拍一张 整个着地再多一点 好 拍一张 同学OK吗 老师拍了这几张 拍完之后啊 来前往图库 早期的旧的版本的 多重曝光的概念是这样 你进来之后呢 好 你先选一张图 然后呢 按一下开始 好 来 再来呢 他会进来 他要去抓我这张照片中 谁要动 谁不动 多重曝光是一个会动 一个不会动 不动的就停止 静止 会动的就扑在上面 让会动的扑上去 这要多重曝光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男生框起来 因为他是会动的 其他不会动 然后勾勾 总动节的五张 你把他框起来之后 他会让其他的每一张的 这个男生 通通都会是会动的物件 所以下方他就自动侦测了 他认为你这个人是有动的 其他的物件通通没有动 这样懂老师意思吗 好 完成后呢 就按一下合并 好 这个合并啊 会产生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就是静态照片 静态照片就长这样 OK吧 静态照片 好 所以你可以做这个合 那这种照片呢 我教你们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种照片就是那个 每次你要拍都是拍海边 一个女生穿着白色衣服 有长发 然后在海边走来走去 然后拍完之后就会发现海面 海上的那个沙滩上 他在这儿 他在这儿 他在那儿 他在那儿 可是都是同一个的 有看到这种照片吗 对 就是用这个工具做的 对那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穿白色衣服跟长头发 对那看起来真的很恐怖 可是我看很多范例都是白色衣服加长头发 好 这就是多重曝光 合成多重曝光 好 老师刚刚就有讲 他有两种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照片 没当这种照片 好 来 再来 第二个结果是什么 来 GIF动画 对不起 GIF动画 这里 所以你可以选择GIF动画 GIF动画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画格数都可以再微调 但是你选择GIF动画 后哦 他变成 会动的 我们看一下 变这样 各位 这叫一惊二狗 知道吗 下一句是几节 好 来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让你的本来是静态的照片 他变成动态 所以就是动态相片 你今天晚上回去发一张 我像发到IG 一定有很多人可以按赞 因为这个大家都觉得很难做 知道吧 当然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透过相片大师就可以处理了 所以是第一个动态相片的部分 就是这个GIF动画 所以你可以单独的把照片 对不对 单独的把影片变成GIF动画 或者影片利用先做 那个合成多重曝光 然后透过多重曝光 再把它转成GIF单 这样终于了解哈